腾讯方面又怎样看? 刚才有提到市监总局禁止合并虎牙和斗鱼的消息 虽然它是做游戏多 但这两个平台是游戏直播平台 本身它应该是想拓展相应的市场 现在被人禁止的时候 是不是对它的业务也会有些影响? 业务上尤其是直播业务上要重新做一个调整 但这对市场来说又不是完全意外 因为斗鱼和斗鱼的合并由去年年尾开始 已经不停延后了 延后的原因是跟内地市监管局一直不批是有关系的 最终就决定否判了合并 因为牵涉到反弄断 其实我相信腾讯或大陆的投资都已经心里有数了 之前的下跌幅度都应该反映了合并失败 而且我相信这个调整幅度是跌幅了 再加上腾讯分别下跌不单是斗鱼和斗鱼和斗鱼的合并被否决是有关系的 我想更加跟网信办的新规是有点关系的 因为腾讯同一时间持有很多的催货公司 未来其实都是想着透过去美国或者来香港上市 从而否认它的价值 今次的新规之后可能就阻慢了它所投资的公司 就是未来的上市的步伐 这个对于腾讯的投资项目的价值的反映 是有少少负面的影响 不过我相信这个股价跌幅都已经充分反映了 去到530或者520这些位置的腾讯 我觉得中市来说都具有一定的投资价值